我们接着问一下朱一龙老师 就是剧中林南生、朱一珍多次说过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您认为林南生、朱一珍而言 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 我觉得林南生其实 他刚到上海去特务处的时候 他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的 但经过那么长时间 然后他看见自己身边的战友离他而去 然后身边越来越多他熟悉的人离他远去 他慢慢觉得得活下去 希望身边的人他俩都能活下去 所以他跟朱一珍之间也是这样 他变成一句最平常的 又最温暖的这样的一句话 谢谢下一位老师 想问一下朱一龙老师 最初顾慎言为了躲开林南生追踪 挂在了屋檐外 然后这次顾慎言差点摔下屋檐 是林南生抓住了他 然后现在网友在讨论 是不是暗示邮差友的接手人 您觉得网友对这个镜头的解读准确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观众真的特别的好 然后特别的棒 然后我们在戏里其实每一位演员 能感受得到并且把它解读出来 有更多更好的解读 而且其实真的非常的棒 对吧 你当初是这么设计的吗 肯定的 好的 下一位老师 对吧 我想请问一下朱一龙老师 您有没有觉得哪一场戏 让你拍完以后 你的心情永永不能平复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部戏 都非常的 情节非常曲折 对哪一场戏 最让你不能平复的是哪一场戏 所以说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他整个这个成长的过程 呃 陪他走的这一路 我觉得整个 其实无数不分 他的心情都是很难平复的 对 好 谢谢 下一位老师 龙哥你好 龙哥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这儿 对对对 之前想见到你的时候 还以为我可以造龙龙什么 但是你剪了字幕之后 就不太敢 特别帅 特别酷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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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剪了寸头之后 之前 你剪寸头之前 还想教你龙龙什么的 见到你之后 但是你剪了寸头之后 就不太敢 嗯 然后有个问题 咱问您 就是这次以林丹生的身份 去经历那个年代之后 你自己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对不起 我还是问题 不不不 我说这次以林丹生的身份 经历那个年代之后 你自己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是 当时塑造完林丹生之后 下期那天的时候 自己感觉就是要逃离了 逃离那个 戏里的这个状态 逃离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 对于每个人来说 太压抑 然后 对 所以现在就特别感谢 那个时代的这些 无名的英雄 战士 然后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去拼搏 去追逐 追逐阳光 对 珍惜生活 嗯 想问一下 朱英宏老师 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说 就是 剧组其他的那些演员 比较害怕王志文老师 那你自己会害怕他吗 跟他开戏会有什么 我觉得不是害怕 剧组员 所有也都是尊敬 特别尊敬王老师 然后 因为第一天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第一天跟王老师大戏 一定会紧张 因为也是第一次跟王老师合作 很紧张 但是王老师 就是经过接触之后 王老师带来给你的能量 和信任感 和尊重 会让你在戏里面 无限的去 去 敢于去尝试 然后敢于抛肤自己 所有的当下 所产生的胜利反应的想法 和一些 和一些下意识的东西 王老师一定会给你 更好的反应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剧头一场 一个爆炸的戏 就是好像是真的那种爆炸 感觉你我是 受 被那个震撼到了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印象很深刻吗 当时那个 包括写品 那时候我跑慢了一点 对 我跑慢了一点 然后炸也炸的 就比较早一点 就刚好还用在写的 就还挺好的 谢谢